女人的美貌是惩罚男人的利器 张婕渝又是一顿挑拨离间 让李渊失去了判断力 一大早把李世民薅过来 就是一脸嫌弃 儿子 我是皇上 你是秦王 我地位比你高 我发出的命令是赤 你发出的命令是叫 请问是你的叫大还是我的痴小 我给张婕渝的老爸批了块地 他却拿不了 后来问原因 才知道秦王你很屌啊 我的痴不好使 你的叫才是薄 好好一块地 我说给老丈人 你却让淮安王去抢 真是瞎搞 你的后妈张婕渝 不图我岁数大 不嫌我不洗澡 在老丈人面前 我的面子要没了 你还想不想好啊 你是不是觉着 你的野心 一个秦王的称号有点小啊 你是不是想当皇帝 让我去养老啊 这李世民刚想辩解 你给我出去 陛下 淮安王确实有大功 出去 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淮安王 出去 张婕渝这阵枕边风 让李世民惹了一身骚 平心而论啊 李渊当然知道 李世民把地上赐给淮安王 另有隐情 但他还是决定不留情面 给李世民狠狠地敲一次警钟 所以呢 这次在任志公过暑假 别人是欢天喜地 他李世民却是惊雷滚滚 相比他的心事重重 老爹李渊的心胸 那叫一个豁达 白天还在红脸 晚上就在任志公娱乐会所 彻底放飞了自我 李渊和妃子宫女们在沉浸时蹦迪 李渊吉不时地为老爹加油打call 随从官员们呢 也跟着一起声色全马 唯独李世民兴奋不起来 根据长孙无忌的分析啊 李渊吉让他去试驾一匹从没训过的马 这事本身就说明李渊吉有祸心 然后李渊吉又到李渊面前诬告他 说他有天命 这种话是能够杀头的 看来李渊吉真的想要置他于死地啊 除了眼前的李渊吉 留守京城的太子也一点没闲着 探子来报 东宫的兵力已经迅速扩充到2000人 形势已经对自己极为不利 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功劳太大 权位太高 令人记恨 面对让人眼花缭乱的歌舞 李世民百感交集 他紧紧的闭上眼 幻想能理清思绪 但老爹的放浪行骸 又让他不自觉陷入了回忆 可惜啊 母亲看不见了 可就是这一句话 又让李渊吉逮着了 他跑到李渊跟前 又是一通小报告 这下可把李渊弄急了 二郎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亲耳听到你说 可惜母亲见不到父皇现在的样子 元吉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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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出去 父皇 我 滚 百姓 被接连打击 李世民真是喝凉水都塞牙 不过呀 他不会沉闷太久 他的智囊团策划的一场逆天反击 正在快速袭来